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一个表现 那么今天呢是延续了这个市场的一个震荡吧 那么上阵中止呢涨0.2% 那么收报呢就2852点 那么上阵50呢是跌0.11% 创业板指呢是涨1.54% 收报呢2086点 那么两市成交呢今天跟昨天差不多啊 就5700多亿 那么看到呢港资今天这个净流注放大到74亿 那么原因呢是这个MSCI呢在今天过后呢将会有一个调整 它之前那个成分股的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落地 那么一些被动资金呢也会有一个相应的操作 那么加上呢 富时呢有四分之三的一个资金的会进来 那么这方面呢是带来的一定的一个被动资金跟主动资金的一个配置 那么今天呢这个市场呢炒作的一个题材呢回暖 但是呢这个板块的炒作啊流动的还是这个轮动的比较快 那么一些人气的啊高标地啊这些人气比较高的一些标地股呢啊出现了一些这个分化 那旁边上来看呢休闲服务啊里面的啊一些这个啊免税啊 服务店股份的这个啊今天呢跟这方面概念股啊涨幅比较靠前 那么跟这个最近抖音相关的啊一些媒体炒作呢啊也是比较这个旺 那么另外呢商业这个贸易跟昨天啊这个超跌的医药生物股呢 今天领涨啊那么领跌的板块概念呢有房地产非营金融银行跟采决 那么这前面三个呢主要是更大的宏观环境啊这个密切度高啊 那么啊进一步看 你这边并汇率呢暂时有回升啊那么市场的第二天的一个探底气吻 那么昨天呢是两会的一个闭幕式闭幕式这个之后啊啊国家总理李克强呢是对当前经济呢跟未来的一个运转呢啊有一些这个啊这个提法啊 比如说呢接下来啊论调呢还是要保这个就业啊那么扩这个消费 那么注重了两心一众 新呢就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跟这个新型城镇化建设 重呢就是啊一些与民生就业相关的重型的一个大型这个基建这个项目啊 那么关于货币方面的一个表述呢就是啊既不能这个当水漫贯呢啊又要这个放水养鱼 那么今天早上呢有三千二百亿的一个流动性央行投放啊 对市场的总体来说呢不要天利好啊 啊那么昨天呢关于这个就业消费方面的一个重要表述呢也刺激了今天消费股的一个上涨啊内需 那么风险偏好来看的话呢这个今天市场传闻今天晚上呢这个香港时间呢啊 美国方面特朗普呢会就这个对港政策呢啊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那么这呢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也让市场呢有所担忧 那么要知道呢啊香港在这个特殊地域这个美国对啊香港的一个特殊优惠地位呢 主要指的就是这个关税这个免税啊这方面的一个啊这个双边互认啊 那么如果呢这方面呢有一个啊取消这样的地位或者现实的现实取消的话呢 那么对香港的一个转口贸易啊甚至跟内地相关的一些啊进进出出的一些贸易啊这个敏感技术啊啊等等啊都会呢起到啊一定的一个影响 当然现在这个具体的一个啊这个怎么样的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周末呢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风险性的啊 那么也决定了这个资金呢今天呢总体呢还是比较克制啊市场呢也没有扑长啊 那么市场风格来看的话呢啊从这个今年四月份到现在很明显的就是看中这个确定性 价值呢跟成长啊这两方面的一个确定性同时呢也要照顾这个估值 但是呢这个估值啊啊排的标次次次次要啊 那么啊这呢也决定了这个市场上呢今年这个年初至今呢有36%的股份呢啊是年初至今实现上涨 那么其中呢30%以上的一个个股啊啊累计涨幅在20%以上啊 那么此外呢有七成接近六成五吧的个股啊都是下跌的 那么这呢很明显就是一个啊炒股富炒市啊这个局部机会啊有 但是呢啊这个扑扑涨的机会啊并没有的一个市场黄金 也就是呢还是一种这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 那么但是呢相信这个随着短期的一些啊这个风险因素落地之后啊啊啊会有一些啊补涨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礼拜呢要关注一下这个啊周末呢五月的一个PMI数据呢啊能不能带来一些利好的一个支持 啊那么五月呢啊过去了啊那么这个月呢一股是累计跌幅啊啊百分之零点几啊 啊那么应该说呢是接近横盘的表现这也符合呢啊两会呢对于指数维稳 啊指数啊这个啊运行稳定的一种一种这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但是呢进入六月份呢随着这一些盈利的一个清晰 那么相信呢这个啊经济方面呢还是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啊那么加上呢中美又趋于紧张啊 那么即使流动性呢能够充裕呢啊对于市场的一个重心啊啊也可能呢会啊引来这个指数的一个调整 特别呢是现在结构性的一个啊估值啊它这个水平比较高带来的一定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风险 所以目前呢对六月份的一个看法呢我觉得呢还是会向下这个中枢向下啊 啊那么要警惕呢高位股回撤的一些这个风险 那么今天来说一个重点板块也是呢六月份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板块 就这个免税概念股啊那么相关的股份呢像这个国内的免税龙头中国国旅呢 今天股价涨6.55% 那么像国内的几大区域型这个机场啊这个机场概念股呢 那机场这个免税概念股呢上海机场呢今天涨15.68% 白云机场呢涨4.81% 深圳机场呢涨3.37% 那么像这个最近格力地场呢是要收购啊这个啊日免集团 这里面的一个这个资产啊那么股价呢连续了好几天涨停 那包括呢市场传闻呢黄夫景呢会申请这个免税牌照 股价呢也涨停啊那么消息面呢这个海南 在前不久啊出台了这个啊鼓励啊这个啊加快离岛免税政策啊这样的一些啊优惠 那么啊给这个海南这个中免也就是中国国旅旗下的一个公司呢下达了300亿的一个免税目标啊 那么啊政策层面比较多利好那么从基本基本面来看的话呢比如说海南呢就受贿啊这一次日韩呢 免税消费回流啊在这个啊海南岛 尤其是疫情影响之下啊那么加上呢这个啊电免税电商平台呢这个啊收入占比过半啊 带来的一个疫情中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啊中线呢就是国内的中场阶级扩大呢加上消费升级啊对这个免税商品的需求啊比较大啊 啊那么加上呢前期的一些免税牌照拥有者呢他具备了啊这个天然垄断的一个效应先进先发的一个优势吧 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消费优质赛道之一呢啊对一些特别机场股呢本身这个由重市场呢向这个消费属性啊转移呢 它的一个估值啊有一定的一个抬升的空间啊所以呢这些股份呢最近是啊受到疫情影响的在底部啊 啊那么今天开始放量啊上涨尤其是一些大市值的股份 那么个人觉得呢这应该是六月份啊比较好的一些啊投资标的 好那么上面提到股份有没有持有那么下礼拜节目里面呢我们再见